各位朋友大家好 3月11日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就是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可以说确定了习近平的任期的终身制 不过大家都也还有另外一个好奇 那就是这个宪法修正案它是具体怎么出笼的呢 昨天也就是3月12日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披露了这个宪法修正案出笼过程的一些细节 这篇文章啊 它的题目为为中华民主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季 这篇文章他提到了这一次宪法修正案诞生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时间点 虽然说这个文章没有提供比较具体的细节 但他披露的这些重大事件和时间点呢 还是值得我们值得去关注讨论一下 不久前也就是3月8日 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 它的题目是习近平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之路 这篇报道啊也报道了一些关于这一次修宪过程的秘文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综合这两篇文章来讨论一下 我们要关注的第一个时间点 就是这个宪法修正案是什么时候开始提出来的 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官媒披露说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 成立宪法修改小组 宪法修改小组的由张德江任组长 王沪宁栗战书任副组长 我们应该注意到2017年9月29日这个时间点 去年啊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啊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诞生季 这个文章啊就披露了十九大中共领导层诞生的一些重要事件 其中啊也提到了这个时间点 就是2017年9月29日 该文章说2017年9月25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统筹考虑 研究提出十九届领导班子候选人建议名单 2017年9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了十九届领导班子候选人建议名单 并决定提交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 这个文章里面就说到啊 在2017年9月25日的时候 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啊就首先拿出了一个这个十九届领导班子的名单 习近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通过了这个十九届领导班子的名单 也就是说啊在九月二十九日这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啊是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通过十九届领导班子的这个名单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提出启动宪法修改工作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啊他要搞修宪 搞这个终身制啊他并不是一时间的一个心血来潮啊 他是早有打算早有计划 而且他要把这个计划尽快复度实施 可以说是毫不拖延了 那么为什么要到2017年9月29日开始启动这个宪法修正案呢 这是因为啊在2017年9月29日之前呢 习近平他一直是忙于这个十九大领导班子这个人事问题 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再另外开辟一个修改宪法的新问题 所以呢等到在这个2017年9月29日这个政治局会议上啊 通过了十九届领导班这个名单之后呢 习近平可以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所以呢就在这个结束这个十九届领导班的人事工作的这个当天啊 习近平可以说马不听题 他马上就开启了下一步的这个宪法修正案的这个工作 也就是说啊习近平他是刚刚搞完这个十九届领导班子的名单 马上就开始启动宪法修改的工作 从这样看来啊 习近平对这个宪法修正案确实还是很着急的 我们再次来关注这个2017年9月29日的时间点 在那次习近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啊 习近平又做出了第三个重大决定 就是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很显然习近平啊在那次启动宪法修正案的那个会上啊 同时做出严重处理孙政才的决定啊 也是对党内其他官员的一种警告 似乎就是说啊 你们谁要不听话的话 那么孙政才的下场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中共前几轮搞这个宪法修改啊 他所花为的时间啊 比这一次要长得多 至少啊 在表面上进行了一些公开的讨论 并允许进行一些公开的辩论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次中共修宪的情况 1982年的修宪 它是一次大规模的修宪 对以前的文革宪法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 也就是在1982年的宪法上 就写入了国家主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这么一个条文 在1988年又进行了一次修宪 这是一次小规模的修宪 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私营经济来证明 1988年宪法第十一条规定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93年的修宪 又是一次小规模的修宪 它的目的是消除过去胡耀邦赵紫阳 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就是弱化一下这个民主的条文 在1982年的宪法中 它有这样的叙述 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显然1982年宪法里面 这个是有点很强调民主了 所以在1993年的修宪当中 就把82年宪法中 那个上述的叙述给修改了 就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1993年的宪法中 它就增加了两个富强两个字 它又把这个民主和文明治兰的 词的顺序也对调了一下 这个变化你看上去好像很微小 可是用意却很深远 这就是要弱化对民主的这种提倡 1980年代曾经很提倡过一段民主 所以后来在天安门事件之后 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弱化一下 在1999年它又搞了一次修宪 这也是一次小规模的修宪 它主要就是废除反革命罪 在过去中国一直有一个叫做反革命罪的罪名 这个罪名是非常含糊了 很多情况下你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反革命罪 所以1999年修宪之后 把反革命罪就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相对这个罪名就比较清晰一些 在2004年又搞了一次修宪 也是一个小规模的修宪 它主要是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宪法 因为江泽民已经在这一次修宪的两年前退休了 也就是说江泽民他在2002年就已经退休了 那么2004年的宪法写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 就算是给他一个退休的一种荣誉吧 2004年之后到2018年就一直没有修改过宪法 所以胡锦涛他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就一直也没有能够写入宪法了 在2018年这次修宪的时候 他在把宪法中写入习近平思想的同时 也就追加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写入了宪法 这也算是给胡锦涛一种退休的荣誉吧 这一次2018年的修宪当然也算是一个小规模的修宪 因为这次修宪的说明中 他就指出这一次不做大的修改 那么这一次修宪写入习近平思想 其实不算新奇 因为在此之前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已经写入宪法了 所以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也不算什么太新奇的 这次宪法的修改的新奇之处就是在于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中国的前几次的修宪所花费的时间都比2018年这一次要长得很多 一般来说前几次他都要提前一年以上就提出要修宪了 在这个修宪的讨论的时间大约就是一年时间左右 而且一般在全国人大召开的三个月之前 他就会把这个宪法修正案的内容 就是具体内容就要公开出来 相比之下 这一次习近平他是在去年9月才提出修宪 也就是说修宪的讨论时间还不到半年 而且在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8天之前 他才公布这个宪法修正案的具体内容 从上面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对修宪这件事情的确他还是很着急的 2017年10月18日到24日中共是召开19大 在19大召开之后 习近平这个修宪的事情马上就紧锣密捕就开始落实了 据上述的中国官媒的文章披露说 2017年11月13日 党中央发出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意见的通知 请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精心组织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提出宪法修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宪法草案稿 为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指明方向 关于这一次的修宪过程 上面提到的不久前发表的纽约时报的文章 共产党在2017年11月开始秘密对宪法做出的修改征求建议时 就已经在为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造势了 不过一名退休官员援引一名在职高级官员的话表示 当时习近平没有立即提出取消任期限制 这位退休官员表示 为了避免被人认为是习近平本人下令做出修改 习近平让忠于自己的省市领导人悄悄替自己宣传这个想法 由于担心透露内部消息而受到惩罚 这位退休官员要求匿名 根据上面的这些报道 我们综合来看 习近平在2017年11月 他就发出了所谓的修改宪法的意见通知 但是在最早的修改宪法的内容当中 并没有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么一个特别敏感的内容 习近平是先让这些效忠于他的地方大员给他宣传造势 在后来就补加上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看大家关注的第二个时间点 就是宪法修正案是什么时候获得中国高层通过的 在这个问题上 外媒他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 他是英国路透社的看法 他援引了两名匿名人士 他的消息说 说是 中国的中央委员会在1月份召开的二中全会上 未能就修宪问题达成共识 他一直到2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上 才获得了通过 第二种看法是美国纽约时报的看法 纽约时报说 据四名中共党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 习近平在2018年1月胜出 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对取消任期限制的支持 这四名党内人士是两名退休官员 一名党报编辑和一名所在家族与领导层有联系的商人 中共党内人士称 考虑到可能会面临的一系列惩罚 任何有疑忆的委员都不太可能发生 而可能曾对这一举动表示反对意见的党内元老 包括胡锦涛和另一位前主席江泽民 年纪太大或太过害怕习近平的反腐调查 无法召集力量进行抵制 今年1月约200名共产党高级官员在北京召开了秘密会议 讨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 是否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允许习近平领导中国一代人的时间 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上 他们顺从了习近平无限期掌权的愿望 但随后发表的一份平淡无期的公报 没有提及这项重大决定 当局随后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五个多星期 这一延迟显然是为了防止反对派 在该立法机关的近3000名成员正式批准 这项修改之前联合起来 中国的官媒是这样报道的 官媒说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 党的19届二中全会期间 党中央修宪建议草案在充分吸收与会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并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获得通过 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对一法治国一线治国的高度重视 官媒的报道可以说是叫做话里有话 他承认了1月份的二中全会 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 他用一次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修宪的内容并不多 除了废除国家主席任期这一条之外 其他的内容都是一些所谓无关紧要的 所以说二中全会用一次中央全会 专门来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 它的焦点就应该集中在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这个问题上 在1月份的二中全会上 是否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官媒的报道可以说是含含糊糊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不过外媒有不同的看法 路透社认为 1月份的二中全会上没有通过这个宪法修正潮案 而纽约时报就认为 1月份的二中全会上是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正案了 不管怎么说 根据现在中外媒体披露出来的情报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这次修宪 他是早有计划 但是按兵不动 到时候突然袭击一举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中心中国政治专家约翰逊 他这样形容习近平的谋略 约翰逊说 习近平总是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在没人注意的时候 他突然转过身来干了一件大事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从上台开始 就一直使用的政治震害战术 约翰逊对习近平的这个评论是不是有道理呢 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